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篮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在库里受伤后 普尔已经连续11场得分20加 对是第二年轻 很多人还没意识到普尔非常恐怖的能力 首先他可能是联盟库里之后 最具得分爆发力的球员 现在勇士的打法还是限制了他太多 其次 他下个赛季成为联盟最出色的五个射手之一 已经是板上钉钉 现在的普尔越来越像库里了 库里的无球 库里的吃球三分 库里的人来风 可以猜到的是库里的一切优点 他都在疯狂吸收模仿 此外 普尔甚至在持球的时候 主动刻意地练习 他不擅长的传球和组织 而现在的传球已经有模有样了 另外普尔有可能开创一种新的流派 就是MVP竞争者级别的第六人 即进攻产量哈登级别效率更高的 顶星第六人 进攻持平板的库里 各位且看且享受 此外 还有一位球员是勇士重点的培养对象 他就是库明家 关于库明家之前的预测 一 如果不受伤 他的上限是乔丹詹姆斯级别的 而且一定能达到 二 本赛季三分投射可以达到35到38 三 本赛季攻防两端融入球队六成负九成 四 大概达到球队的第四人到第七人的位置 最好的发展状态是三分减弱但工况加强的阿泰斯特 库明家有什么绝对优势 历史级的身体天赋加现象级高于历史级的学习能力和精神内核 库明家有将一切质疑击碎的能力 所以你如果喜欢他 可以尽全力质疑他的技术短板 你会发现 他好像能听到你的话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升级 这是我看好他的根本原因之一 库明家目前处于什么位置 结合攻守 库明家已经是联盟50到70左右的球员了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如果不是这样 不会有人讨论维金斯库明家谁强谁弱 虽然下定论有点武断 但是整体在这个区间是没有问题的 按翻向技术拆分我也粗略估计一下 如下 防守方面 防有球 联盟前30以内 防身体性前锋后卫前10 防投射行前50 防无球 联盟前40 协防 联盟前30 虽然我们会觉得有时和库明家 报价实际不到位或者协防过度 但是这个标准是按照格林的标准来的 实际上能像库明家这样到处救火的 防守球员就很不多 更别提质量了 在能扫荡协防的防守人里 库明家基本上可以做到中等水平 目前算不上多好 尤其是相比于他伟大的前途而言 但是勉强凑合着用别人也不敢轻视 进攻方面 以持球攻 联盟前50 水准之上的终结能力 由于身体强壮跑跳出色 基本对谁都是错位 虽然技术只有地位 北深技术算精英级 但是造罚球能力恐怖 所以综合效率可以维持在平均水准之上 即使在弱队当个主攻手 也是勉强凑合着看得过去的 各种技术都有 虽然不而不惊 但是结合身体后也能有大概平均水准的实力 二无球跑动 联盟前50甚至前30 由于库明家的判断力很出色 学习能力很强 现阶段他已经能基本上 东西球场上攻防两端的球和人的运动轨迹了 但是很多球他在接球之前已经有很明显的准备动作 比如留出距离给队友传就过来 我想这也是他自己所描述的在球场上感觉自如多了的具体所指 相比而言怀斯曼就还是盯着球动 突出表现就是经常会出现队友想传给他而他还挤过去 最后空间太小传球失误的情况 三投射 联盟200左右吧 这个不都说 可能稍微靠前 但是还是太低了 库明家目前阶段投射的问题有一部分是肌肉记忆不稳固 一旦比赛身体对抗过于激烈 投射水准就会大幅波动了 四传球 他的传球准度精度实在是不行 我估计能拍到联盟200名以后 幸亏球伤过硬 就这样结合起来 传球能力估计也就是在联盟球员前40%左右 现阶段助攻少很大 一部分原因是球圈太少 如果球圈增加大概能到场均次助攻35的水平 勇士现在不进行补强的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在重点培养普尔和库明家 把他们当成水火兄弟的接班人 再加上怀斯曼和穆迪 这四位勇士新秀将会重新将勇士带回王朝巅峰 之前勇士队前往客场挑战老鹰队 最终他们以110比121不敌老鹰队 但汤普森完成了个人的大爆发 全场得到37分7篮板3助攻 其中3分线外16投9中 本赛季打到目前这个阶段 汤普森已经打了27场比赛了 截至目前他场均可以贡献18.7分4篮板2.7次助攻 三分强命重力为37.5% 他的场均18.7分在队内也是仅次于库里 排名第二位 本赛季有很多质疑汤普森的声音 认为他目前的状态已经较之前有了明显的下滑 甚至认为勇士队应该交易掉汤普森 但其实当我们观看汤普森的数据 你会发现他较之前的几个赛季 他的场均数据并没有大幅度的下滑 汤普森受伤之前的那个赛季 也就是2018到2019赛季 汤普森场均可以贡献21.5分3.8篮板和2.4助攻 但是那个赛季汤普森的场均上场时间为34分钟 本赛季汤普森的均上场时间为28.4分钟 场均上场时间相差了接近6分钟 如果汤普森进一步提升他的出手次数 他的场均得分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的 也就是说和他之前的几个赛季是完全持平的 要知道汤普森2017赛季他的场均得分也是20分 所以汤普森的状态并没有下滑 只不过在命中率上可能有略微的下滑 但是并没有达到非常可怕的地步 2019赛季汤普森的三分球命中率为40% 而截至目前汤普森的三分球命中率为37.5% 只有2.5个百分点 或许汤普森连续爆发2到3场就可以追平这个数据 所以整体来看他的进攻状态并没有下滑 而在防守段虽然横移速度不如以前了 但是他的防守能力依旧非常突出 昨天在防守特雷扬那几个回合就已经清晰地体现出来 所以汤普森的状态并没有下滑 甚至他的场均篮板以及场均助攻是有提升的 之前的比赛 看过的球迷都应该会记得 勇士输球的真正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克莱 首先 克莱是一个两条腿连续大伤的球员 两年半没正规打球 水平肯定是不够的 就算乔丹这样受伤也没法上来就贼猛 如果你这样都能打出高水准 那些连续正常打球的健康球员 岂不成废物了 其次 在连续大伤的情况下 我觉得克莱付出后首先要做的 是先融入勇士的体系 慢慢来 先进入体系 自己也就不会有那么大压力 现在克莱的力棍单打 领人强投 挑一头篮 是不合时的 他打上之前都不这样打 两年半没打球回来这样打能有多大效果 勇士队是非常讲究体系的 这个体系要求多传球 也就是科尔口中的move the ball 但现在很多时候球到克莱手里 整个体系就停滞了 大家各纳看他单打 这是杜兰特的活啊 最后 一定不要急 克莱完全可以从替步打起 拿不了多少分也没关系 在体系里顺其自然 我们不应该奢望克莱几个月就练出来 这个赛季不成 还有下个赛季呢 本赛季 普尔 维尽斯 小佩顿 库明嘉 莫迪都成长了 其实本赛季勇士没有取得满意的成绩 下赛季也必有一番作为 加上休赛期的训练 我相信下个赛季才是克莱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 勇士这赛季并没有什么冠决联盟的三分神射群 命中临命中数都不出众 但防守却一直是联盟前二 靠的就是防守轮转和防守到位率 当克莱回归后你的注意力通常只容易看到一对一回合 但不容易看到轮转的整体性 其实克莱的移动已经切断对方传球线路的选择已经大不如前 如果你去细巴克莱的防守高阶数据以及细看克莱的比赛就很容易发现这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一套年轻阵容可以把东一打得找不找北 克莱迫切想找到状态 多久能找到我不担心 总能找到 这是顶级射手的天赋 就像打胡人那场 但你如果整个大样本拉出来会发现克莱的 抗干扰能力已经和从前是断崖级的下滑了 这就是为什么没了库里制造出的空间 克莱几乎无法保证效率的原因 但个别场次真的投开了 那也是正常的 小样本本身没有意义 所以说 克莱其实是勇士现在最重要的一环 想要夺冠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如果他能恢复到受伤前的80% 稳定性也更好 相信勇士未来三年依旧是总冠军的有力竞争者